盘点古装剧六大恶女 童年阴影PK娇艳反派 又坏又美就问你们怕不怕 他们谁的战斗力更强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喜欢的宝子们点赞关注一波 No.1 小鱼二语话无缺 娇运燕 作为一个顶着头空气流海 却杀得只剩全剧的女人 无人能撼动 娇运燕古装剧第一恶女的地位 其实娇运燕是个很悲情的角色 整部剧看下来 能很清楚看到她黑化的过程 曾经的姜运燕是个任人欺负的小白醋 母亲早逝 父亲不疼 后妈还对其百般折辱 甚至她还被卖到了妓院 姜运燕在绝境中明白了一句话 我命由我不由天 于是她亲手杀了姐姐姜玉凤 进宫当了皇妃 练就遗花接木 甚至最后还穿上了龙袍 轻轻松松达成了一个反派 能做到的所有成就 但凡姜运燕拿个女主剧本 那绝对是一部爽剧 可惜她只是个反派 最后还是被花无缺和小鱼二杀了 No.2 至尊红颜许盈 请问有多少人的童年阴影是许盈影 是的评论区扣衣 都说许盈影穿最粉的衣服 干最狠的事 她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嫉妒 原本许盈影和五妹娘是好姐妹 两人手牵手一起进宫 可眼看着李智喜欢上了好姐妹 还把自己当作妹娘给睡了 她在嫉妒之下黑化了 萧淑妃 王皇后 上官怡 都遭到了她的毒手 当然其中最恐怖的 还得是囚禁小多那段 徐盈盈因为担心小多说出自己干的坏事 将小多砍手砍脚 割舌头挖眼睛 活活做成了人质 最后还用一针刺穿小多天灵盖 简直不要太吓人 古装剧又坏又美的两位女反派 不化烟熏装照耀杀人于无形 No.3 美人心计 念圣尔 该说不说 圣尔是真美啊 在这么一部美女云集的电视剧里 她的颜值也可以碾压很多人 圣尔恶毒程度 虽然略逊于江韵燕和徐盈盈 但有一点是那两位比不上的 那就是她只要视野 不要男人 虽然以前看剧的时候很讨厌 圣尔这个角色 但现在回看 感觉她还是很可怜的 而造成她悲剧的 就是女主斗衣房 小时候 圣尔一家救了逃难的斗衣房 可结果她父母却受到牵连被杀害 圣尔被老宝骗到了妓院 之后好不容易喜欢上的旅路 也因斗衣房而死 你叫她怎么能不恨 为了报复斗衣房 也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利 她害了很多人 但害人者必将害己 最后圣尔被斗衣房赐死 想必没有斗衣房的话 圣尔的人生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不过你黑化就黑化 害死我血缘干嘛 No.4 母仪天下赵和德 赵和德是后宫最危险的石人花 你说她爱皇帝吧 也不见得多爱 和其他妃子也都无冤无仇 但赵和德就是爱干坏事 就是要害人 可以说坏到了骨子里 可偏偏她长得实在是漂亮 一举一动都牵动人的心弦 顾盼生辉 千娇百媚这些词 好像都是为她而造 赵和德有野心 有目标 她就是要做第一 第一受宠的人 第一有权势的人 她蛊惑皇帝 摔死了自己孩子 之后还成功睡死了皇帝 这个战绩无人能敌 六位古装女反派 心狠手辣颜知绝美 你最恨哪一位 No.5 攻心计姚精灵 你打我 打你就打你 还要跳日子吗 姚精灵这种疯批恶女说的话 真的很符合 现在网友的精神状态 她本来是个良善之人 无奈进宫做了奴婢 在亲眼看着夫人被仗打致死后 姚精灵心里发生了变化 为了能在后宫里生存下来 她逐渐变得心狠手辣 偏偏女主光环拉满的好姐妹 刘三好 还一口一个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讲着要不是因为是女主 刘三好都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了 从宫女到贵妃 姚精灵牺牲了很多人 因此也逐渐和刘三好 渐行渐远 但作为金巨王 姚精灵并不是特别的招恨 No.6 蓝灵王正儿 正儿的扮演者毛玲玲 因为出演的这个角色 当年还被观众喊着滚出娱乐圈 可见这个正儿有多招人讨厌 但说到底正儿的一生也是出悲剧 最开始是女主和她说 正儿将来一定会嫁给蓝灵王 另一边男主蓝灵王又拎不清 喜欢女主又要和正儿暧昧不清 等到正儿打算放弃了 女主又一遍一遍的给人家希望 这就导致了正儿的执念越来越深 在正儿被山椎领悟了后 彻底黑化了 好在始终有个人是正儿如珍宝 那就是皇帝高伟 她将正儿封了飞 但这之后正儿变得更加的狠辣 杀起人来都不需要理由的 最后亲手把喜欢她的高伟杀了 实在是狠人 看完今天的六大恶女排名 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呢 没提名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